2016年夏天 我去了一座小山村之教 后来 警察找到我时 我被关在村长家的猪圈里 我必须靠和肉猪抢几口粮食 才能维持生命 那是个阴雨天 我身上沾满了泥 精神也已经恍惚 只听见一阵人声吵闹 潮湿的夜里 一名警察伸一脚 潜一脚将我背出山村 抬上了救护车 后来 我住进了一间简陋的医院 没有空调 只有电扇吱呀吱呀的转 我躺在病床上 发了很多天的呆 偶尔会有医生来问我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直到那名曾背过我的警官 迈入了病房 他姓梁 梁警官说 他需要知道我出现在猪圈的来龙去脉 我听了 忍不住钻紧的床单 冷笑说那还有用吗 我的人生已经被毁了 我根本不知道 怎么回去原来的生活 连我都感觉自己像个猪罗一样 我说你知道吗 我这些天想的 都是怎么去死 可梁警官的语气 还是很平静 他说不是的 你只是一名受害者 如果你真受了伤 说出来不丢人 隐瞒真相 才是对加害者的纵容 喂 你可是老师啊 他淡淡的说 学生被霸凌的话 你一定也希望学生说出来吧 我愣了愣 他的目光 坚毅又真诚 沉淀着莫名的力量 我终于忍不住 扶着床抽气起来 渐渐放弃了那些自暴自弃的抱怨 我哭着 轻轻的说 我发誓 我再也不会指教了 我在听 家人们 这是一篇让人细思极恐的短篇小故事 胆小的朋友 建议艾特小伙伴一起来看 评论输入抱抱自己 会有小姨陪伴哦 正文现在开始 我叫秦佑 来村里指教几周后 我就后悔了 起初还好 山村空气清新 学生们上课也很热情 闲下来 我总会摘点山花泡茶喝 虽然条件艰苦 房子里总有蜘蛛出没 但内心却格外有然 直到有一天 学校放了学 我想去村里的小卖部 买几袋方便面 走到田边 却看见一个叼着烟的 邋遢长发青年 正揪着一个女孩的胳膊不放 那女孩身上 穿着线高中的笑裤 我没忍住 开口说 你干什么呢 撒手 青年满脸惊讶 他上下打亮我几眼 恍然大悟说 你就是新来的秦老师 这么漂亮啊 我很不舒服他的语气 戒备的问他是谁 在干什么 你误会了啊 秦老师 天快黑了 我想陪他一起走而已 青年语气轻飘 女孩却目光躲闪 我不禁胡疑的看向他 唉 我叫赵东岩 我爸在这当村长 青年笑出一口黄牙 你就放心吧 我不想再多纠缠 拉过女孩的手 就往村子里走 结果 赵东岩忽然拍了拍我的后背 回过头 他的脸凑得很近 可秦老师 你难道 就不要一个男人陪你吗 山里不安全 又那么寂寞 说完 赵东岩竟撩了下我的刘海 我被吓坏了 后退了好几步 才压着慌张说 我能照顾好自己 匆忙走出去机密 回过头 赵东岩仍然站在原地 但我还是捕捉到了 他眼神中一闪即过的阴狠 秦老师 你要小心 暮色降临 女孩攥着我的手 用了用力 而我平静的生活 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编制的 我教的是小学语文 那天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 教室里毫无秩序可言 学生们叽叽喳喳 心不在焉 还总有几个学生在书本上 看着我写写画画 几天后 我实在受不了了 抢过了书本 一眼看过去 虽然线条简单 但分明是女人的裸体 有那么一瞬间 我下意识地认为 他们在画的是我 我怒气疼地上来了 在讲台上发了火 我说如果不认真学习 你们永远也走不出去这座大山 不同以往的是 学生们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为首的男孩子大笑着 将书本踩在地上 挑衅地看着我 场面竟陷入僵持的对峙 我猛然震住 后背渗出了冷汗 才意识到 自己是在山里 他们明明是孩子 但盯着我的眼神 却像是盯着一只猎物 不知为什么 我想起屋子里徘徊的那些蜘蛛 而这座山村便是一张大网 当天晚上 我想了好久 决定去学生们的家里 做一次家访 然而 大部分孩子都是留守儿童 我去了村子里 老人对学生们的表现魂不在意 就连留在村里的家长 也都对我冷嘲热讽 他们都说 反正我撑得了多久就要走的 那一天 我灰溜溜地走在村子中 路边的老人 肆意地打量我 用听不懂的方言议论着 从语气就知道 不是什么好话 我始终想不明白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还是 是我想多了 但紧接着发生的事 才真正让我背脊发凉 第二天清晨 我在讲台上 查掠收上来的墨写作业 翻到中间一页时 浑身打了一个哆嗦 一张填字格纸 没有作业 知 写满了大大的两个字 荡妇 纸上 没写名字 抬起头 所有学生都在埋头看书 我自然是害怕极了 连是谁写的也不敢质问了 可我怎么也不相信 一个孩子 能干出这样的事 于是下课后 我找来关系不错的学生 她叫周小颖 今年六年级 她的姐姐周默默 就是那天被赵东岩拦住的女孩 在县里读高三 我问周小颖 说我知道 学生们甚至都对我有意见 起初 她支支吾吾的 手攥着衣角 分明很紧张 但很快 她还是点了点头 是赵东岩 她窃窃的说 赵东岩说 你在城里 是做那种工作的 我心生不妙 追问哪种工作 卖 卖身子的 周然间 我总算明白 为什么学生们态度大变 为什么 村民都对我指指点点 我被愤怒冲昏了头 跑到教室门口 向打闹的学生们大喊 我说你们为什么那么想我呀 我是你们的老师啊 我说那个赵东岩 明明是个流氓 寂静后 有一道稚嫩的声音 带着怒气反驳我 你就是来骗我们的 你不配做老师 我甚至来不及认清 她是几年级的 因为 其余的声音 已经淹没了我 你是城里的坏女人 疯女人 你是来躲视的对不对 你不干净 你怕警察抓走你 你只会在这里躲几周就走 你勾引别人的爸爸 被赵大哥发现了 吵闹钟 我眼前一黑 扶住门框 才看看站稳 可紧接着 我看到人群分开 赵东岩不知何时来了学校 向我走过来 她的身后 还带着几名壮汉 我有些慌了 下意识想跑 却已经晚了 赵东岩不由分说 驾着我向校外走去 他说 弟弟妹妹们别怕 这女的犯病了 而我已经被几个精壮男人包围 根本没有逃窜的空间 一挣扎 全身上下 就会被拳头痛殴 一哭喊 嘴巴便被狠狠扇出了血 我清楚记得 那是个闷热的午后 简陋的教学楼上下 只会荡着我的哀嚎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我 我甚至没看到校长出面 就被拖出了学校 这就是我噩梦的开端 我被一路拖到了村长家 并不远 几百米吧 只记得我全身疼痛 邪早挣扎丢了 脚上全是伤口 当赵东岩将我扔在床上时 我才回过神来 他吩咐几名男人出去 回过头冲我宁笑 他说 给我上上课吧 秦老师 我彻底被吓傻了 哭着向他求饶 求他放了我 可赵东岩一脸讶异说 你还真疯了呀 我说你是疯女人 就是为了不让你再跑出去 伤害别人啊 那一瞬间 我心里发了狠 环顾四周 寻找有没有什么力气可以防身 心想 哪怕和他同归于尽呢 然而 赵东岩已经突了上来 我用仅有的力气挣扎 打他 却被他低声地嘲笑 老师 你怎么能体罚学生呢 伴随着他浑身汗臭的起伏 我只能无力期望着 一切尽快结束 结果 当我以为一切结束了的时候 门再次打开了 一个经受干练的老年人 走了进来 他是村子的村长 赵东岩的爸爸 赵峰 赵峰反手关上了门 打亮着我的身子 埋怨着 在 不是说好等我吗 从那天开始 过赵东岩的架 他们将我锁在猪圈里 不给我衣服穿 在我嘴里 塞上经过改装的 驴的嘴套 只让我吃猪吃得粗糠 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敢趁着吃饭 卸下嘴套时 大声求救 但每一次 都会被打得半死 于是我终于学乖了 我不再反抗 不再求救 我开始 蜷缩在猪圈的角落 学着与猪共生 渐渐地 变成他们嘴里的牲口 猪螺 变成他们玩弄时 才会叫我一声的 人民教师 那段日子 像刻进了我的骨子里 怎么忘 也忘不掉 哪怕 当我被救出来后 每一个晚上 我依然会梦到那些画面 回忆到后半段 我已经是边深呼吸 边说完的 梁警官记得很认真 他递给了我几张纸巾 若不精心地问了一句 你能确定 自己没记错吗 我愣了一下 迎上梁警官认真的目光 被冒犯的感觉 油然而生 我抓着床狠狠说 我怎么可能记错 我有什么理由记错 一时间 我倒是回忆起来 刚刚 护士一直守在门外 可他看我几次 喘不上气要进来时 都被梁警官拦住了 我顿时心底发凉 紧紧挨着床头 大声说 你是赵东岩的人对不对 你要给他翻供 不对 你要把我送回去 梁警官像是被吓到了 竟站起身退了两步 他慌忙摆了摆手 说你别怕 赵东岩已经死了 什么 这次 换我被吓到了 那天 火灾 赵东岩和他爸死在屋子里 就火的时候才发现了你 我缓了缓 问 所以呢 他们两个人的身上 有刀伤 梁警官盯着我 认真说 想要靠火灾来掩盖刀伤 实在是很拙劣的手法 我不禁沉默了 梁九 我抬头重复反问 所以呢 所以 梁警官却也重新问了一遍 你真能确定 自己没记错吗 我没有 我什么也没看到 我语气中带了些怒气 可是 梁警官拿出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 是笑盈盈的我 与赤裸酣睡的赵东岩 我拿着照片 手开始止不住地抖 再想想 梁警官多出了一丝温和 没了那种审讯的气氛 他凑近一点 语气中是耐心的引导 照片里 你和死者的关系 好像没那么简单 而那幅照片的内容 正在将我脑海中的 一幕幕回忆 逐渐撕碎 就像 一场梦醒了一样 好久之后 我终于放下了照片 沉着头说 那天 我看到了 他们是怎么死的 那就从头说起吧 从你和赵东岩的关系 我没说谎 嗯 赵东岩 确实强暴了我 继续 我常用来泡茶的山花 并不是自己摘的 而是 赵东岩送给我的 那便是他最初 向我搭讪的手段 他说 他们山里人 不像城里人 那么花里胡哨 送花 也要送最实用的 我承认 刚来山村 确实被赵东岩 伪装出的朴实胡道了 我还是正常上课 一边 数着暑假到来的日子 一边 应付着赵东岩的追求 我当时甚至渐渐觉得 赵东岩挺好的 他帅气淳朴 而且 很有钱 靠他爸爸的运作 在县城里就买了四套房子 或许真结婚 我可以带他到大城市里去 直到一件事的发生 让我意识到 赵东岩所做的一切 根本就是 在哄骗我而已 在赵东岩撒下的网中 我只不过是一条 新奇一点的蠢鱼 至于另一条 被我发现的鱼 便是周小颖的姐姐 周默默 说起来 周默默与周小颖 都算是我的学生 那时候 周默默高考完 回村里的学校 做义务辅导的工作 闲下来 会向我讨教大城市的事情 所以 周默默是我在这个山村 年纪最大的学生 我教他的是 怎么在繁华的大城市 生存下来 或许 是我教太多了吧 大城市里要花钱的地方 有那么多 没钱的话 过得又有那么难 以至于 周默默重新把目光 放回了这座小小的山村 山村里 有一个人 可以让周默默 不用再操心生存的事情 我那天看见了的 星空下 田地边 赵东岩牵着周默默的手 悠哉悠哉的走着 他们没有争吵 我也没有制止 我那时想 对呀 周默默才18岁 他年轻漂亮 还有爱心 这是他最熟悉的环境 于是在那个晚上 我跟赵东岩摊了牌 我说你别再和我联系了 我还要回城市的 我不可能一辈子都留在这里 可赵东岩发了火 他说你回得去吗 老子在你身上 花了那么多时间 什么也没捞到 你就想把我甩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他骂脏话 大概吵了两三句吧 我想就此打住离开 结果赵东岩抓住了我 狠狠将我摔到了床上 其实我那时候就应该报警的 这一次 梁警官很关心我的情绪 他没有再反驳我 而是止住了笔 问道为什么没报警 我 我拒绝了他的赔偿 我自嘲地笑了笑 说四十万 他说给我四十万 别报警 他说他不是故意的 谁信呢 或者我又真的需要吗 毕竟我都已经选择来指教了 我悠悠地说着 但是当时 我真该假装同意 拿下那四十万 然后再去报警的 当天我决然拒绝了赵东岩的恳求 我说四十万人人不够 那根本不是我要的 我说 我一定要把你送进大牢里 结果 当我挣脱愤怒地挣脱赵东岩的胳膊时 我打开门 却撞上了赵峰的胸膛 他好像在门外等很久了一样 一步步逼着我退回屋子内 此时 我身后传来赵东岩轻蔑的笑声 那么 八十万怎么样 不过秦老师 这一次是陪我爸 我恶然地回过头 赵东岩坐在床上 老神在在地掰弄着手腕 刚刚 我偷偷拍下你的照片 从那个角度看 你可不像反抗的样子 要不了多久 学校里就会传出你的传言 传言中 你可能做过那种工作吧 让我想想 可能脑子还有点问题 疯疯的 为了不让你危害学生 我只能把你从学校带走 嗯 从教室里带走 或者从宿舍里带走 不过别人永久有看见 还重要吗 赵东岩说完后 拿出手机摆在我面前 我心跳顿时停了一拍 那种角度 真的很刁钻 就像是我自愿配合拍摄的一样 我恼羞成怒 伸手去抢 却扑了一空 只听见赵东岩冷冰冰的声音 四十万 八十万 你真的配吗 你只配做一头牲口 明白吗 我家的 牲口 那一天 我风了一样地跑了出去 然后 被他们摔倒在地上 捂着嘴 摁到猪篮旁 被一次次地侵犯 最后 我全身已经脱离 像一滩烂泥 被他们抬进了屋子 关在赵峰的屋子里 屋子 院子 或猪圈 我开始想念城市 公寓 甚至想念起那间简陋的员工宿舍 哪怕那里有蜘蛛与我共同生活 也比现在好上千千万万倍 但现实是残酷的 接下来的日子 偶尔是赵峰 偶尔是赵东岩 直到一个午后 赵峰将我重新按到猪篮旁时 赵东岩带着周末末走进了院子 那时候 我已经绝望很久了 但周末末的出现 重新点燃了我的希望 哪怕我之前因为大声求救 被打轰过无数次 但这一次 我知道 这恐怕是我唯一的机会了 于是我大声喊出来 说周末末 救我 舅舅 下一秒 就被赵峰的耳光扇倒在地 视线中 被吓得发抖的周末末 踩着他那双蓝色球鞋 向我走过来 抬起头 才看见周末末是被赵东岩推过来的 我看见赵东岩不知道 在周末末耳边说了什么 紧接着 周末末发抖的身子 逐渐冷静了下来 他越是冷静 我便越是绝望 终于 周末末小声开了口 对不起呀 秦老师 我想好好跟东岩过一辈子的 你考虑考虑 做我的 婆婆吧 刹那间 我好像失去了所有的感官 胸腔中 只剩下了愤怒 那逼出了我身体里的最后一点力气 我在赵东岩与赵峰的大笑声中 猛地伸出了手 拽住了周末末的腿 伴随着周末末一声大叫 我站了起来 离我最近的赵东岩猛住了几秒 不知该去扶中默默 还是去拦我 我想我知道他当时猛住的原因 我并没有跑出院子 而是跑向了屋内 他应该后悔的 进屋 便是厨房 我记得那里有一把菜刀 我根本不做他想 就拿起菜刀又冲了出去 正好撞见来拦我的赵峰 一刀 砍向心房的位置 赵峰立即捂住了心脏 缓缓地跪在了我的面前 他身后 同样冲过来的赵东岩 再次愣住了 赵东岩怪叫一声 转身想跑 可为是已晚 我早已盯死了他的腰间 脉步砍下一刀 等赵东岩趴在地上再回过头时 我的第二刀 已经落在了他的喉间 山野间 风吹着 细雨飘飘 我感觉自己终于自由了 我迈着轻松的步伐 走向了周默默 他早已吓傻 满脸恐惧 慢慢后撤着 可我太累了 身子早已虚弱的 没有一丝力气 那一刀 只划伤了他的脸 当周默默惨叫着 他倒在地上的时候 我的理智 才总算回来一点 他倒在猪圈里 满身都是泥泞 哭声与猪亨声混杂在一起 那一点理智 强撑着我 没有再继续杀人 我说 你走吧 周默默震了一下 爬起来 跪着向我不停地磕头 一边磕 一边说 说钱老师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而我的脑子里 也只剩下一个想法 是啊 我是个老师啊 我教过他的妹妹 教过他 结果我被造谣的时候 周小颖或许还跟了一起 我被侮辱的时候 周默默也决定成为一个帮凶 我实在 不适合做什么老师吧 周默默 最后帮我一件事吧 请不要报警 周默默 小鸡啄米班地点着头 他走后 我进了厨房 用燃烧的木柴 点燃了屋子 接着 走回了猪圈 顺利的话 我想 自己会成为一个被营救的 无辜的受害者 就是这样了 梁警官 回忆至此 我的语气也变得平静了 所以最后 他还是报警了 对吗 这个老师 做的就是很失败吧 结果 梁警官却苦笑了一下 我以为 你之前是真记不起来了 他轻轻叹了口气 无奈说 没想到 你还有精力 为自己灭造了一个脱罪的计划 我眉头紧皱 看着他说 你什么意思 好久 梁警官像是终于错好了词 他点了点自己的脑袋 说 秦老师 你受机严重 可能 时间认知上出了点问题 你再想想 再想想 我不胜其烦 直接打断了他 说 你到底还要我想什么 我杀人了 我记得 我他妈去坐牢 行吗 我想尽力不让自己哭出来 可就是掩饰不住猴箭的哭腔 我说 我为什么要去坐牢啊 你当我想杀人吗 我才是受害者呀 结果 梁警官还是他的口气 他的语气 变得格外严肃 那你想想 你真的 是受害者吗 你真的被学生们羞辱过吗 你真的被关在过猪圈里吗 秦老师 你听我说 你是个好老师 学生们从没羞辱过你 你也从没被关在猪圈里过 你每一天都在上课 哪怕 是你出现在猪圈的当天 你都在上课 很多的目击者 都能证明 梁警官的话 就像是一枚枚炸弹 在我脑海中炸开 头 更加疼了 方才我说的一幅幅画面 在脑中穿梭而过 又崩坏 我疯癫得自言自语 说不可能 我说我不会记错的 我说 就是他们在害我 赵东岩 赵峰 直指点点的村民 还有那个只会饭桃花的周默默 梁警官 却只是长欲一口气 拨通了一个电话 他说 周默默已经走了进来 他穿着简单 面色苍白 布子卖得很胆怯 梁警官说 事发当晚 他在和同学们聚会 根本没有出现在赵东岩家中 我刚想反驳 却意识到了哪里不太对劲 我盯着周默默那张 稍显稚嫩的脸 看了又看 心跳忽然漏了一台 他的脸格外的光滑 这时 梁警官再次拿起手机 打开了摄像头 朝向我 摄像头中 我的脸上 留着几道尚未痊愈的刀疤 那些画面 继续在脑海中不断的崩塌 重组 很多陌生又熟悉的记忆 渐渐出现 我捂着头 痛苦不堪 发出惨烈的爱好 梁九 我抬起头 周默默已经离开了 你的眼睛 终于变得正常一点了 梁警官盯着我 发出如是重负的声音 他甚至有点后怕的样子 你知道吗 刚才你的眼神 一直对不上焦 瞳孔是发散的 我回过神来 才明白 当时发狂时 梁警官为什么会被吓得后退 原来他是真的在怕我 你想起来了吗 梁警官试探问道 想起来了 我轻轻说着 望向窗外 骤然间 才惊觉窗外的栅栏 是那么乍严 这里明明是一楼 为什么 要在窗外按上几根栅栏 配合着逐渐浮现的记忆 我吞了口口水 看向梁警官 小心地说出自己的推测 这里真的是医院吗 果然 梁警官摇摇头 说 你已经在市里的精神医院了 我浑身像泄气一样 艰难地抬起手 指了指自己的脑子 是的 梁警官说 你的脑子 好像 有点问题 是的 我将头摆在膝盖间 呢喃着 我想起来了的 脑子出现问题 应该是来到村里才发生的事情 待得越久 越觉得 自己不安全 不知道是因为封闭荒满的环境 还是看了些指教期间出事故的新闻 总觉得 就是不安全 好像所有人都要害我似的 我会看到学生书本上的简笔画 羞辱的词汇 可过阵子再看 又会消失 我察觉到村民们对我指指点点的 可走近了 他们又会换上一副笑脸 房子里的蜘蛛 很少结网 总像是别人故意扔进来的新室友一样 我太害怕了 我觉得是有人潜入了我的办公室 拖走了学生们的作业 那些村民们 也都是在我靠近后才开始伪装的 而赵东岩 是我当时唯一的医长 他有钱有势 是村里有名的恶霸 但和他搭上关系 就不会有人敢害我了 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只是有一点 让我很担心 赵东岩从不让我向别人透露 我和他的关系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隐瞒这些 而就是这一点疑惑 生出了我对他无穷无尽的恶意揣测 应该是恶意的吧 有件事 我当时也不知道真假 只记得村子里流传 赵东岩有过强奸的前科 那是一个县城的打工妹 赵东岩强暴他后 打工妹报了警 只不过被赵东岩拿40万死了了 甚至有人说 其实是赵峰强暴的打工妹 死了后被瞒了下来 总之 当这种传言传到我耳朵里后 我满脑子都在担心 赵东岩是不是同样想强暴我 然后将我抛弃 在那种环境里 我太担心失去赵东岩了 哪怕他跟我信誓旦旦的说过很多遍 说会娶我进他们家 做他的妻子 渐渐的 我开始怀着敌意 观察着一切可能抢走赵东岩的女人 而高中毕业 在小学帮忙辅导的周默默 他真的再危险不过了 周小颖本来是我最喜欢的学生 但他是周默默的妹妹 周小颖每次回家 如果是一个人 我会觉得周默默在和赵东岩约会 他和周默默一起回家 我会觉得他们去的方向 是赵东岩家的方向 如果赶上他和周默默 加上赵东岩走在一起 哪怕是相差了几米 我都觉得 他们之间有一种一家三口的感觉 我想 我在校门口 紧盯着他们背影的目光 一定充满了嫉恨 直到有一天 我听别人说 周默默像是喝醉了 被赵东岩带回了家 村子里有人议论纷纷的 而我 我几乎要气疯了 当天下着小雨 我去了赵东岩家找他对质 面对我的质问 赵东岩满眼的不可置信 他直说我疯了 他说我一直都在一想 但赵东岩越指责我 我越觉得他是在向我身上泼脏水 我气昏了头 拿起了灶台上的菜刀 我说赵东岩 你今天不给我一个答案 我就死在你面前 结果这个时候 周默默闯进来了 他吓坏了 夹在我们之间拦着 劝着 但我更加肯定 他们两个人之间一定有一腿 委屈与气氛涌上心头 我终于挥出了一刀 一刀 还是两刀 还是很多刀 我全然忘记了 只记得满屋子都是血腥味 当我清醒过来 却发现屋子里根本没有周默默 躺在地上的是赵东岩 和他的父亲赵峰 窗外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 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那一瞬间 我的灵魂就像是被抽离出去了 我好像是用第三个视角 俯视着我 将自己的衣服脱下来 戴在两具尸体身上 接着 我从外面拿了点干柴火进来 点燃了灶台 又用燃烧的木柴 点燃了屋子 最终 我双目无神地 一步步走向了猪圈 就像是 一具摇摇晃晃的行尸走肉 那些被迫害的画面 被迫害的异响 和我听到的留言 就在那一步步的时间中 一股脑钻到了我的脑海里 他们互相勾连 组合 筑成了我幻想中的一个真相 像是一个简 用来保护自己的简 我想人不是我杀的 只是他们 要害我而已 随着回忆结束 来山村之教的所有画面 都变得格外清晰了 很简单 又很疯癫 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梁警官 只能发出自嘲的笑声 我说 所以 我杀了那个想要保护我的人 对吗 我虚弱地靠在病床上 电风扇还在自顾自地转着 梁警官合上了笔记 沉默后 有些犹豫地开口 其实 也不尽然 我有了精神 追问 什么意思 那个赵东岩给你的那种山花 还记得吧 记得 那是杨金花 学名曼陀罗 他的花瓣 有剧毒 病房中 我待了很久 本来 村子里之前总有务实曼陀罗中毒的村民 这种花都快要绝技了 但山里野外 还是有不少的 经者 出现幻觉 影响精神状态 国外有人将他当作免费的毒品 众者 要进RCU才能救回来 你没死 算命大的 梁警官发出唏嘘的声音 我张口说话 却发现嗓子已经沙哑无比 他 为什么这么做 梁警官犹豫了一下 将椅子搬得离我更近一些 赵东岩强报的案子 是真的 而且从赵东岩的举动来看 他恐怕是要把你逼疯 然后 永远留在村子里 我猛然想起什么 艰难开口 所以 他让我隐瞒和他的关系 真的是为了强暴我 没那么简单 梁警官摇摇头 说 你仔细想想 如果是为了强暴你 反而应该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们关系很好才对 这样子的话 就算你报案 也不会有人相信 所以 所以 梁警官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说出了口 所以 结合赵东岩的前科推测 他是想让你在封掉后 失踪 说不准把你关到 或卖到什么地方 这才是他不想让人知道 你们关系密切的原因 我听了 心里不禁生出一种讽刺感 是吗 我淡淡地说 那他一家还真是该死啊 梁警官不知可否 只说 接下来的话 依然是审讯 你打起精神来 我说 好 那么 至少 你现在承认 没有谁被关在猪圈里 是的 村长赵峰 赵东岩 也没有侮辱你 是的 你就算没有遭受过那么惨的迫害 但还是杀了人 是的 我连连点头 没有任何反驳 那好 我会如实记录下来 梁警官说完 起身就要离开 我忍不住叫住他 那 我会被判多久 梁警官顿了一下 回过头 挠了挠头发 你以为这是哪里 我环顾四周 疑惑说 精神医院啊 没错 梁警官摇头说道 自从从你血液中检查出毒素后 先在县里进行了治疗 接着送到了市里这边 你还记得 自己接受过医生的问询吗 我揉了揉脑海 印象中 医生问过我的那些问题 一一浮现 我以为 那是心理医生在开导我 我点了点头 向梁警官抛去询问的眼神 你不会被判刑的 你被诊断为患有严重的被害妄想症 已经属于精神障碍范畴 不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 你只会被关在精神病医院里 是吗 我有些失神 嘟囔了一句 为什么不判为正当防卫呢 梁警官哑然失笑 说 还没判呢 你等消息吧 秦老师 我恩了一声 又躺回床上 一周后 结果出来了 我被判定为精神障碍 收押在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 医生说 我这种算好的 属于药性创伤 用不了多久就会恢复 我请梁警官 向父母隐瞒了这件事 假装自己还在山村治教 大概治疗一个月后 我被判定为情况好转 可以在开放区使用手机 跟父母联络时 也能隐瞒得更加自然 断断续续的 我听到了关于赵氏父子的后续 赵家之所以那么有钱 是因为赵峰贪了村民们 大笔的补助费 这些年 贪污了数不清的国有资产 甚至几年前 在村子宅基地的补助事件上 还背了几条村民的性命 随着大厦倾塌 地下的血债都被翻了出来 村民们听了案件的来源始末 都说是赵东岩自食恶果 但那些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反而是一些学生们寄来的信件 令我倍感欣慰 将近一年后 我被诊断为精神痊愈 可以出院 梁警官来接的我 将我送到了市里的火车站 车上梁警官几次欲言又止 终于说了出来 可能有点冒犯 但索性把这一年的经历给忘了吧 毕竟 你幻想的那些场景 太恐怖了 我一个警察听得都甚得慌 没必要背着他们生活 我只是笑笑望着窗外 还好是假的 梁警官自顾自的说 不然真到了那样的地步 杀人还要坐牢住院 真是 算了 我是警察啊 我得听法院的 我听笑了 轻声说 就算真遭遇那种事 就算法院判了无罪 村子里的人又会怎么看呢 一时间梁警官沉默了 只说 那庆幸你是外地人吧 还能一走了之 初夏 战前的广场被太阳烤得火热 我一眼看到 人群中 周默默拉着周小颖背了些特产 我走过去 揉了揉周小颖的头 他时常来看我 我倒是看不出他有没有长大 周默默上了大学 还是像以前一样文静 眼神温润地看着我 我说 梁警官就送到这把 梁警官却指了指火车站 送你上车吧 我没再拒绝 四个人向站内走去 而就在这时 周小颖挽着我的手 撒娇地说 秦老师 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啊 我笑了笑 说 等你考上大学 就能再见到我了 周小颖眼珠子转了转 表情变得沮丧 他长叹了一口气 又揪了揪我的袖子 说 那我还是让姐姐每年 给你接花茶好不好 一时间 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梁警官立在原地 梁九僵硬地扭过头 他的眼睛死死盯着周默默 周默默 却只是平静地 望着车站的人潮 一旁 我捡了票 发出轻轻的笑声 好啊 真相碎片 毕竟 你幻想的那些场景 太恐怖了 车上的时候 我听到梁警官的庆幸 不免一阵恍惚 那真的是幻想吗 还是 真相的一些碎片 学校的孩子们 是我来到村子支教后 收获最大的礼物 他们乖巧热情 且懂得珍惜 我到的第一天就看出来了 他们每一个人 都在极力地释放善意 那是在 珍惜一名来之不易的支教老师 是为了留住我 我从没想过辜负他们 周小颖 则是班级里最惹人爱的学生 他作业本写得干干净净 对所有的课本都爱护有加 举手的姿势 是全班最认真的 我还记得他小心翼翼捧着拿塑料袋装好的花茶 送给我 他说 那是他姐姐亲自摘的 为了给支教的老师们降暑 于是我又记住他姐姐的名字 周默默 高考结束后 我见到了周默默 他的眼睛很亮 又宁静 就像是永远抱着笃定的希望一样 周默默是来学校做辅导授课的 其实根本没这么个职务 但校园里人手紧缺 周默默又是村里人 校长也就网开一面 那时候 周默默总会带着周小颖 沿在我身边 听我讲大城市的事情 肯德基真的好吃吗 过山车可怕不可怕 不会坐地铁怎么办 智能手机的年代 那些稀松平常的事情 还是离他们很远 我许下了承诺 说这次周默默考上省会的大学后 我带他们去那里玩 我请客 周默默甜甜的笑 我这才知道 其实他心里也怯怯的 后来周默默提醒我说 对了秦老师 村长家的儿子赵东岩 你要小心点 那是 周默默对我说过最认真的话 也是那天 周默默将几代曼陀罗的根莖与花叶 交到了我的手里 曼陀罗本就是在山村随处可见的野花 许是从山里长大的缘故 周默默格外熟悉 怎么利用和保存这种话 种子 根莖乃至花叶的毒性 对应着抽搐 兴奋 乃至于产生幻觉的效果 最严重的 甚至可以致人死亡 他还给我展示了 藏在那一间的刀片 我却只看到 一个女孩 是如何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 我问他 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 星空下周默默叹了口气 语气悠悠 前两年 赵东岩强暴了个姑娘 人们说是40万 私了了 但谁知道呢 没人再在县城里 看见过那个姑娘了 实际上 我根本没把那个流里流气的赵东岩 放在心上 从我到学校开始 赵东岩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试图接近我 但我很知道 怎么对付这样的人 从一开始 我就没给他好脸色看 但凡有一点于规矩的举动 我就会以报警威胁 我说我的手机 装了自动报警的app 摄像头连接着云端的网盘 定位永远开着 我对自己的人身安全 做了全方位的保证 有真有假 但足以震慑出色力内忍的肖小 可我没想到 赵东岩将目光 放在了周默默的身上 那天 是下成绩的日子 我查到了周默默的分数 足够去让他想上了大学 但当周默默来到学校时 却看到 他呆呆地扶着走廊栏杆 目光涣散 我关心地拍了拍他 才发现 他的脸上与手腕都有余情 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周默默捧着茶杯 手都是抖着的 是赵东岩 他说 县城里 同学聚会 他让一个小弟把我灌醉了 然后 我被赵东岩抬到了家里 我把刀掏出来了 可我不敢杀人 我被打得好疼 我太傻了 什么毒药啊 根本派不上用场的 周默默的话 断断续续的 像丢了魂一样 我气得只打哆嗦 我说你要报警 你必须要报警 可周默默立即拦住了我 他的声音中带着祈求 我就要上大学了呀 秦老师 我更加生气了 上大学怎么了 上大学是好事啊 接下来 我说了梁警官对我说的 几乎一模一样的话 我说你是受害者 你必须站出来 你越忍气吞声 就会越纵容那畜生 结果 周默默给了我闭嘴的理由 可秦老师 我爸妈听不出这样的消息啊 村子里会传开的 我听过他们怎么议论我这样的姑娘 白瞎了 糟蹋了 身子脏了 我爸在打工 攒钱要给我买手机 我还有妹妹在这里 秦老师 她说她会给我四十万 你说她会给吗 我看着梨花带雨的周默默 只觉得自己全身的力气都用不上了 我只能沉默 我连一个回答也给不了她 傍晚 夕阳将田地染得金黄 周小颖乖巧的跟我再见 被姐姐牵着手 走出了校园 她没注意到 姐姐的步伐亮亮腔腔的 晚上 我躲在宿舍里 第一次冲了周默默给我的曼陀罗花 一点点花瓣 喝下去 根本没有兴奋起来 根本没有幻觉出来 什么都逃避不了 只有止不住的恶心 让我守着宿舍的塑料袋呕吐 不知道是因为花的毒性 还是赵东岩的行径 亦或者是我的无能 当晚我做了个梦 我梦见自己对着镜子骂 说你为什么要做老师啊 为什么要来指教啊 你谁也就不了的 后来周默默来学校的时间少了很多 每次见面 我都不知道该不该问她 那件事怎么样了 她身上的伤 倒是好了很多 只不过目光变得越发死气沉沉 后来就更少见到她了 直到有一天 我实在担心她 便去了县城的高中 老师告诉我 周默默的录取通知到早就到了 可是 却一直没人来取 那个下午 我拿着录取通知书 不妙感越来越强烈 我找了辆马车 焦急地请她 快点回到村子里 回去的时候 学校还在上课 我找到周小颖 问你姐姐呢 周小颖只是说 姐姐在家呀 她今天还打了点白酒 说要庆祝呢 那股不妙感 更加强烈了 庆祝 可她分明连录取通知书都没有拿 我几乎是一路狂奔 回到了周默默的家 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根本没有人 我想起周默默死灰般的目光 她总是矗立在走廊上 吹着热风 望着一个方向 我记起来了 那是赵东岩家的方向 而当我抵达赵东岩的家里时 同样是静悄悄的 我闷头冲进院子 一迈入门厅 就传来一股血腥味 我心想 完了 我颤着手 推开了卧室的门 周默默悬在血泊中 她上了调 脚下是两具尸体 我完全慌了 全力将她抱下来 一遍遍地做人工呼吸 直到周默默咳嗽了几声 我如释重负 一边哭着 一边骂 我说你怎么这么傻呀 怎么这么傻呀 身处那种环境 我其实脑袋已经当机了 失去了任何思考能力 而悠悠行转的周默默 见到我也终于哭了出来 秦老师 她说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周默默告诉我 当她选择了忍让后 迎来的 只有赵东岩一次次的得寸进尺 第一次 赵东岩就用给钱的借口 让周默默又去了家里 那一天 赵东岩再一次 侵犯了周默默 她将周默默摁在猪圈的栏杆上 完全丢失了人性 事后 赵东岩只丢给周默默一张50元的纸币 说40万 一次次慢慢给 周默默当时已经绝望了 她咬着牙说 自己这次一定会报警的 那你想过你妹妹吗 赵东岩却只是轻挑地丢下这一句话 后来的日子 只能用噩梦来形容 赵东岩用周小颖为要挟 一次次地胁迫着周默默 那个猪圈 那对父子 都曾是周默默亲身经历的地狱 支撑周默默的 只有赵东岩一句口头的承诺 就完这个暑假 你上你的大学去嘛 我保证不会告诉任何人 可是 赵东岩还是反悔了 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的那天 学生们都去了学校 赵东岩得知了消息 找到周默默 她命令周默默不准去上大学 周默默几乎要疯了 她扯着赵东岩的胳膊 哭着又打又骂 紧接着周默默就被打晕了 而就当周默默意识行转之际 她听到了赵氏父子的议论 爸 这姑娘要不然给你吧 我看 她妹妹挺不错的 那番谈话 彻底击穿了周默默的心理防线 三天下来 周默默没有睡觉 她盯着周小颖上学 放学 一步步跟在她身边 但她知道 自己撑不住的 秦老师 所以我不准备撑招了 血泼中 周默默脸上挂着迷茫的笑容 你让我走吧 就让我走吧 周默默话音落下 我也总算恢复了理智 我想到她辅导学生作业的笑容 想到她宁静干净的目光 我又想到周小颖捧着花茶的模样 我说过 到了大城市 老师会保护他们的 暮色降临 我咬了咬嘴唇 我说 你走吧 我不拦你 周默默愣了一下 我继续说着 你找一辆马车 去到县城里 不要被人发现 找不到 就要跑 越快到越好 你要换上干净的衣服 先穿我的吧 记住 去跟同学聚会 去人多的地方 秦老师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用到大城市 我也会保护你们的 可我不是你的学生啊 周默默的声音又带上哭腔 小颖是 我喜欢他 也喜欢你 我用力将赵东岩的尸体搬到床上 摆出熟睡的模样 接着 我凑到他身边 拍了一张亲密的照片 这张照片 被我上传到了网盘 你记住网盘的账号密码 下载下来 两天后 匿名发到县城的贴吧里 周默默刚换上 我干净的衣服 满目的疑惑看向我 秦老师 你到底要干什么 还记得你给我的山花吗 曼陀罗 记得 我拿起地上的刀 咬了咬牙 向自己的脸上滑去 血沾湿了我的眼睛 看到了周默默 也变成了一身星红 从现在起 那是赵东岩给我的 血腥味弥漫的厅房内 我一字一句的嘱咐着周默默 你只要记住 是我杀了赵东岩 你们什么也不知道 而我 我将成为一个疯子 周默默完全慌了 连忙打断我 说 这怎么行 警察也不会信的 会的 我说 我一边说着 一边从周默默身上 我的口袋里 拿出一袋分装的曼陀罗茶 拿出几枚花瓣 举在周默默的眼前 盯着她说 我会 捏造出更荒谬的真相 首先 在这个晚上 警察只会看到一个 精神不正常的女人 被困在猪圈里 在火光冲天的案发现场 我是唯一的嫌疑人 一个疯子 杀了人 怎么杀的 才是他们最想知道的真相 可我第一遍 只会将周默默的遭遇 统统揽到自己身上 全然不说 自己杀人的事情 只说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 警察一定是不信的 也一定会想挖掘出 真正的真相 而接下来 我会承认 自己杀了人 但我要讲的 故事里的所有情节 都是假的 警察便会更想知道 假象的背后 都是什么 但这个时候 警察将会默认 他们已经印证 自己心里的真相 那就是 我确实杀了人 最后 我会老老实实的 告诉他们 一个疯子 是怎么杀人 他们也不会再问 这个疯子 究竟有没有杀人 他又究竟 有没有疯掉 那天 我望着周默默 跑出去的身影 望了很久 夜色降临的时候 我走回屋内 点燃了屋子 咀嚼着花瓣 任由腹部与炉内 传来阵阵次痛感 火光 不是为了掩盖 肇事父子身上的刀伤 而是 为了模糊 他们真正的死亡时间 可你怎么办 火光中 我想起周默默留下的 最后一句话 我说的是 别管了 在火蛇叫嚣的夜空下 我平静地回忆起 属于自己的答案 考验期间 我有过一个孩子 他的爸爸 是名还算年轻的医生 那天 他为了做手术 没有管我们发烧 送来急救的孩子 医院里 我无数次地向神佛祈祷 说哪怕拿走我的性命 去换我孩子的也好 但神佛的恩赐 并没有降临 后来 我总是能梦见那个婴儿 后来 我离开了城市 离开了孩子的爸爸 逃到了这个小山村里 周默默她很特殊 她的眉角 与我的孩子一样 有一颗质 她的眼睛 也与我的孩子一样清澈 甚至她报考的学校 都与我希望孩子 未来考上的学校一样 可我的孩子没有了 总以为 她会度过 和周默默一样的人生 走向猪圈的路上 我又想起 教学楼宿舍中的蜘蛛了 我认得她 她学名叫红熬猪 母亲生下孩子后 会让孩子吃掉自己的尸体 会用自己的性命 换来孩子的生命 可你怎么办 周默默的话 回到耳边 我看着她的眉眼 恍惚说 不用管 心里却念着 这是我的救赎之道 车站 火车入站的通报声响了起来 梁警官终于将目光 从周默默身上一开 盯着我 缓缓说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我示意周默默两人去候车厅等我 人走后 我反问梁警官 说 这一次也是审讯吗 梁警官犹豫了一下 说 不是 你问吧 就算你不这么做 她也有被判正当防卫的可能性吧 可是 比起那一点虚无缥缈的可能性 当时的她 并不能承受那些遭遇被曝光的代价 为什么 因为她还没有走出这座大山 在这样的环境里 还有她的名声 她的家人 与她的自尊 在外面 还有她不该被打扰的人生 那么 我懂了 是吗 你让自己满身污泥 只不过为了保护一个人的清白 是的 梁警官停了下来 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值得吗 不吧 我回答得很果断 过了安检 走进后车厅 与周氏姐妹会合 我揉了揉一头雾水的周小颖的头发 眼神离离地看着站台 站台旁 周末末走了过去 那里琪琪站着我短暂教过的学生们 那是他们准备的 拙劣又朴实的惊喜 衣着干净 花团紧簇 可是 梁警官 我刷了票 挥了挥手 留给梁警官一个浅笑 我是老师啊 至此全文完 感谢阅读